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亚太经合论坛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天闭幕 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会议期间有过两次交谈 习近平批评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 彭斯则是抨击中国对外大举贷款令其他的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并警告会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 美中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纯枪实践 致使峰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在闭幕时发表领袖共同宣言 彭斯与习近平相互间的言辞激烈将对不久举行的特席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 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首先说说就这一次在这个峰会上没有发表这个共同宣言这件事 那么就这件事呢 中国的外长王毅当时是说的没有发表这个宣言 是释出有因的 是因为这是他的话 个别的经济体坚持把自己的暗文强加给其他的各方 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开脱 那么你是如何评价中国外长王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的 首先说呢 历次的这个APEC会议之后呢 首脑会议之后呢 各个主要参与国呢都要发表一个共同宣言 对于各成员呢 共同关心的这种国际和地区事务的问题呢 发表一个共同的这么一种共识吧 那么这是第一次在这个APEC历史上呢 首脑会议之后没有发表任何宣言 当然这个背后呢 很明显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间 这个APEC成员之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那么之间产生了这种很尖锐的矛盾 这种矛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是对于这种区域协作是不同的看法 对于国际目前的这种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呢 有不同的这种改革方案 那么这种东西呢 导致了最终呢 没有能够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呢 来结束这场会议和这次会议 从目前来看呢 中国外长的表态呢 可以看出呢 中国是把这个美国呢 作为麻烦制造者 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那么美国正好是相反 他是把中国呢 认为中国违反了这个国际贸易秩序 那么中国是这个麻烦制造者 那既然两国呢 这个态度不同 那么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不同 这样的话也自然就无法形成一种股东宣言 最后最终去发表 那么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那样 就是这个APEC会议啊 在过去的近30年的历史当中啊 就一直就是参加这个 这个峰会啊 或者叫这个论坛的这些地区和 就是经济体当中吧 美中两国显然这是这个是两个主要的这个主角 那么这一次这个彭斯副总统和习近平都出席了这个会议 但是呢 这个会议呢 并没有出现这个两国就是在外交上停战的这样的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么彭斯副总统呢 这个对中国的这种批评的这种言辞呢 还是异常的强烈 那么你觉得这个彭斯对中国的这个批评 它主要是哪一些领域 那么这些领域是不是就是说有道理 从这次会议来看呢 彭斯对中国的批评呢 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掉门吧 同时他对中国的批评呢 主要是集中在经贸和这个亚太安全这两个领域 这个主要和APEC这个会议本身的关注问题所相关的 那么就这个贸易问题来说呢 美国认为呢 目前中美之间呢 存在一种贸易不平衡和贸易不公平这两个问题 所谓不平衡就是赤字问题 中国的出口多 美国的这个出口少 所谓不公平呢 是主要指中国政府的这种所谓政府主导产业发展计划 那么强制这种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利这样的问题 那么就美国所提出的所谓这个亚太安全本身来看呢 美国目前的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 那么美国认为呢 中国呢 是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之下呢 降低了所谓外援的这个援助门槛 那么这样的话 它破坏了其他国际组织在发放外援时候这种基本运作模式 同时呢 使这些受援国本身的可能会出现这个债务风险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 这种所谓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呢 将强化中国在这个所谓到地区的这种政治影响力 那么它自然会削弱所谓美国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那么这个是目前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美国优先 所不能够允许出现的情况 那么就在这个APAC这个会议之前啊 就一直有报道说 中国呢会马上会派一个经贸代表团 那么到美国来和美国来协商 来磋商这个贸易战 停战的这样的条款 那么特朗普总统本人呢 也是在好几个场合也说过 就不会对继续对中国这个增收这个关税了 会和中国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等等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APAC会议上 那么彭斯的对中国的批评 似乎是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种缓和的 这样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是在唱反调 那么你是如何来解读 就是实际上是华盛顿最高层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我们应该看到呢 是彭斯对中国的批评呢 其实外界令公陌生 一个多月以前呢 彭斯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一篇演讲呢 是开列了一个常常的批评中国的清单 那么这个清单上呢 其实远远超过了 对中国的批评远远超过了经贸和地区安全 它包括朝核呀台湾啊等等相关问题 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这个特朗普的缓和和彭斯的这个继续高调呢 应该说不是说所谓的不同的声音 只不过是批评中国的不同侧重点而已 彭斯的批评呢 它实际上是指出了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也就是说呢 有一种制度之争 那么特朗普的这种抱怨也好 还是批评也好呢 它指着这种制度之争 制度矛盾的一种表象 在这种经贸层面上的表象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时间里头呢 这两种声音呢 其实有些合流了 也就是说呢 特朗普的这种 把这种表象作为 作为问题来提出 也就是贸易赤字问题呢 他是用它作为一个切入点 来讨论中国中美之间的问题 那么他所背后的这个彭斯这些人呢 他是通过制度之争呢 这是所谓的要解决的实质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那么其实讨论问题 争论的问题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不同的切入点而已 这个APEC会议历来 就都是美中两国在唱主角 那么美中之间的矛盾 对亚太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同时这个APEC地区的 其他的成员国或者是经济体 又该如何来理解和应对 美中目前这样的一个矛盾 APEC到目前为止 这20多个经济体成员吧 那么从 虽然经济体总量和 从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来说 是与中美为首的 但是呢 这个组织呢 从一开始成立一开始呢 就是其实是想协调 这个地区内的冷战之后的 一种经贸合作的 这个一个基本结构吧 那么在这个一系列的 这个经济体成员之中呢 其中有的是美国的盟国 还有一些呢 对中国呢 是关系是比较友好的 这些国家呢 其实总的来说呢 对中美呢 其实都有一些意见 并不是完全的一边倒的情况 你比如说像日本加拿大呢 在贸易问题上和美国的 合作点更多一些 但是同时呢 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市场 那么实际上这些国家呢 两方都不愿意得罪 那么两方也都不敢得罪 那么目前来看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呢 中国是希望利用这种 各成员之间的 这个首属两端的心态吧 来化解美国的 这个国际制裁同盟 希望通过这种多边外交呢 缓解自身的压力 那么美国呢 是希望呢 是来集中所有的 这个批评意见 那么打造一个 对中国的压力同盟 然后呢 在这种单边外交中呢 给中国制造 制造更多的这种压力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马赵教授 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马上在月底 即将举行的 美中首脑峰会的前景 会怎么样 双方能否 就是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办法 目前看来呢 我认为呢 有两个难点吧 就是这个贸易战的化解 有两个难点 一个难点呢 首先是制度之争 那么中国不可能改变 自身的经济制度 那么更不可能改变 自身的政治制度 这样的话就决定了 到底美国的这个要价有多高 那么希望和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另外一个难点呢 是所谓的信任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呢 不希望看到 就是自己单方做出的更多让步呢 会带来更多的 这个美国的要求 这样的话就等于没有底线了 所以的话 目前来看呢 这两个难点 还没有能够突破 所以呢 在未来的 可能这几周的时间里吧 那么双方还需要 把这个优选项 进一步的 再协调一下 那么看看能不能够在 未来的这个 这个习特会上呢 能够找到一些 缓和的一些迹象 或者缓和的一些方案 好的 非常感谢美国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 马昭博士参加节目 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